今天我要为你讲的这本书叫《文字的力量》 这是一本让文学爱好者扬眉吐气的书 过去我这种爱读小说诗歌的人 一旦面对文学有什么用的质问 就开始支支吾吾 我们会回答 文学基于人的是一种无用之用 它如同精神世界的镜子 让人看见原本看不到的东西 或者它是一种温润的滋养 在潜移默化之中 使读者的心灵变得柔软 话说的挺漂亮的是吧 但真正的杠精不会放过我们 他们会继续追问 你就说学文学具体有什么用场 它是能当吃还是能当穿 没有文学有什么不行的 这本书就是告诉你 没有文学绝对不行 它是塑造人类文明的巨大力量 文字的力量的书名 执意过来就是被书写的世界 如果没有文学 人类文明中的哲学和政治 就不会问世 几乎所有的宗教信仰也都会消失 而且也不会有国家和民族 这些概念 这本书是怎么证明这个问题的呢 在超级畅销书 人类简史里 历史学家赫拉利 站在俯视整个人类历史的视角 运用各学科理论发现 勾勒出人是如何从认知革命 开始创造文明的轨迹 这本书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它在文字诞生以来的四千年里 选出了16个最有代表性的文本 这其中 从河马史诗 1001页 一直到哈利波特 每个文本都形成了一股 或明或暗的推动力 在对应着一段波澜壮阔的文化冲突 帝国兴衰 信仰诞生 以及科技的迭代 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 像一个接一个的浪头 把人类从蒙昧的远古 一直传送到现代 你可能要问了 赫拉利是有名的新锐学者 他的理论 我是得认真听一听 那这本书有这个分量吗 还真有 本书作者叫马丁普科纳 曾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 哈佛大学 现任哈佛大学英语比较文学和戏剧学教授 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 哲学家 他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选从书 被英语世界的许多大学选为教科书 获得过最近的古根海木奖 为了写这本书 普科纳走遍了全世界 寻访古代文明遗迹 拜访世界各地的考古学家 人类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为的就是使用来自全球的鲜活材料 重现文学和文字的力量 我今天要为你讲的就是这个文学 如何塑造文明的过程 然后给你讲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故事 可以说是文学改变历史的决定性瞬间 如果你是个文学青年 千万要听完这期音频 从此你的腰杆就硬了 要是你觉得自己很务实 没时间读文学书 听完之后会发现 我们的理性认知其实是有限的 那些好像没什么明确用途的东西 其实是最重要的 好 下面就开始为你介绍本书的具体内容 先来说说第一类大问题 文学是怎样影响世界文明的 在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背后 有一个不断遵循的现象 文学以及和它相关的技术 在通过不断扩散文学的声音 改变时代思想 影响世界进程 宏观的看 这个历程可以是分成四个阶段展开的 第一个阶段出现在文明源头时期 大约是公元前1800年到公元前600年之间 也就是文字系统形成以后 出现了最早的一批文学雏形 这些文学作品塑造了不同文明的特质 形成了早期人类族群的凝聚力 要看清楚这个过程 得先从文字的意义说起 文字可以说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工具之一 阿根廷文学家博尔赫斯有句名言 人类的工具大多是四肢延伸 棍棒延长了手臂 轮子延长了腿脚 只有文字和书籍是大脑和精神的延续 本书作者普克纳则干脆说 地球是一个由文字建立的世界 从定义来说 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 是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的视觉信号系统 这些符号能书写由声音构成的语言 使信息传到远方传到后代 这个定义包含的信息是 文字是对声音语言的转换 完成这层转换 语言才能产生更广泛的时空影响 当口语传送的故事和文字书写交汇时 文学诞生了 早期的各种文字系统都很复杂 学起来很费劲 只有社会中的少数神职人员 抄写员能掌握 最早的文学作品 就是他们收集记录的各种故事 像各种古代英雄史诗 西伯来圣经 也包括中国的诗经 这些受官僚或祭司控制的文学经典 为民众提供了 人是从哪里来的 该怎么生活的答案 也解释了战争和武力征服的合理性 这就形成了政治和宗教权利 所以说知识就是力量 掌控文学故事和解释权 在当时就是最重要的社会力量 这种解释力量随着时间积累 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形成文明的源头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中华文明的源头 共同的民族技艺和文化模式 有多少是来自古代的故事 这本书提到了两次的文字发明 一次是在美索不达米亚 苏美尔人发明了些行文字 创造了辉煌的古巴比伦文明 留下了人类最早的文学杰作 吉尔加美什史诗 也在各个方面影响了当代世界文明 而另一次文字发明是在美洲 但祭司们对文字感到恐惧 他们担心这会使他们丧失 对神圣的独家解释权 拒绝使用文字 关于这两种选择带来的不同文明后果 我会在这一部分的最后 也就是说完整个文学塑造文明的过程以后 为你讲一个故事 来看看发展文学和没有发展文学会有多大的差距 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 是公元前六百年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 关于这个时期 你可能听说过一个名词叫轴心时代 它是德国哲学家亚斯贝尔斯 在二十世纪中叶提出来的 指的是世界各大文明 纷纷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 古希腊有苏格拉底 古印度有释迦摩尼 古中国有孔子 中东地区有耶稣 他们之间互相不认识 但都确立了倡导个体意识的新思想 这个阶段产生的文学作品代表 是西方的古典哲学经典 儒家经典 以及佛经和圣经 这些宗教经典 他们对今天的世界有多重要 我就不用再说了 在轴心时代理论出现以后 世界学术界一直在争论 这批伟大的思想者 同时出现在一个时期 究竟有什么相关性 文字的力量 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从释迦摩尼到孔子耶稣 这批思想者 居然都没有留下亲笔撰写的书面著作 要知道 根据记载 他们都精通文学 起码都会写字 但他们却都有意识的 不用文字来传播思想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 整理佛经工作 是弟子们在世尊元祭后开始的 为了确保所记录的是原话 他们常常争执 要不断找来另外的弟子对此印证 因为是听来的 经书前面要加上如是我闻 那么既然这么重要 为什么他们不在佛祖在世时记录呢 因为在当时的印度文字是全新事物 他们担心祖师神圣的话语 会在记录中发生变化 直到世尊元祭后 他的弟子才开始接受文字 整理书面经文 而同时期的婆罗门教 仍然认为不可靠的文字 不能用在这么神圣的事上 婆罗门分成不同的小组 把口头传送的教义诗篇 切割成不同部分 美人记忆部分 前面说了 这既是义务也是特权 苏格拉底则是明确反对 用文字传达思想 他认为文字会让思考退化 文字是机械的技术 记录的只是语言的影子 这也有道理 思想确实可能在断章取义的记录中被误读 我们知道 苏格拉底留下的也是弟子们记录的谈话集 我们最熟悉的当然是孔子 孔子也是这样 他教学用的教材是经他整理过的诗书 礼义这类经典 但不是他自己编写的 孔子早就说过 恕而不做 他的主张是恢复周代的政治和思想 他为自己确定的职责是修复和注释之前的文字经典 而不是原创 论语仍然是一部弟子们整理的文本 耶稣的门徒也没有推翻希伯来圣经 而是进行补充改写 他们称之为成全 所以你看 这正是轴心时代文学经典的一致特征 来自各个文明的伟大教师 留下的都是追随者整理的教学谈话记录 这被普克纳称为教师文学 我们今天觉得思想者著书立说是理所当然的 古人却不一定这么看 当时的人对文字的态度和今天不一样 这种教师文学也许不连贯不完整 但形式开放更容易理解和传播有独特的魅力 当他们出现在时代转折的重要关口 迅速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 从而扭转了历史进程 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看看第三个阶段 因为侧重点不同 它和第四个阶段有重合 第三阶段的侧重点是写作者 经历了轴心时代之后 各个文明呈现出文字文学的普及和普遍化现象 独立的文学写作者纷纷登场 他们先是模仿古老的文学形式 然后创造出了小说等新的文学形式 世界文学中第一部长篇小说剧作 是公元1000年左右 日本宫廷女子子诗部创作的《原式物语》 全书有一千多页 作者并没有留下姓名 子诗部其实是小说女主角的名字 故事背景聚焦在京都和宫廷 是从一个被贬为庶民的王子 和一个乡间的贵族妇女的浪漫时展开的 和现代小说不同 《原式物语》很可能只是为一个读者 也就是当时的中宫皇后写的 出于皇后的命令 作者子诗部才越写越长 主人公去世后又写了第二第三代 成了真正的长篇 即使流出宫廷 他的读者群也很小 在当时的日本 纸张是相当昂贵的物资 一套五十多册的手抄本原式物语 是非常奢侈的 有个拥有全套原式物语的贵族女子说 让我当皇后我也不换 所以这个阶段的文学成就 需要第四个阶段来放大 第四个阶段 也就是纸张和印刷被广泛使用 书籍成为批量生产的商品的时期 也就是大众文学的新时期 这个时期的人类文明被技术和文学传达的思想 共同改变了 说到技术 当然就是造纸术和印刷术 它们降低了文学的成本 为文字和思想传播提供了动力 说起造纸术 我们把目光转到阿拉伯世界 只在这里引起了双重反应 一类后果出现在神圣的宗教领域 当阿拉伯的抄写员们决定放弃昂贵的羊皮纸 改在成本更低 更利于书写的纸上抄经 代表着从中国来的造纸术 获得了阿拉伯世界的彻底承认 我们刚才说过 在最神圣的经典文本面前 人们总是对新技术很怀疑 但新技术可以让经典更易于传播和保存 这样的吸引力人又没法抗拒 另一类结果 是让世俗生活中的通俗文学变得繁荣 纸大大降低了书写成本 作者和读者进入文学的门槛变得很低 作为消遣读物的一千零一页 就是在这个时候流行起来的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 纸和一千零一页被带到欧洲 今天印刷出版页对纸张的计量单位是令 就是命令的令 一定是五百张原纸 一千个印章 而这个词呢 就来自于阿拉伯语 阿拉伯世界虽然完全接受了纸 却对中国的印刷术没什么兴趣 一直采取抄写 理由很简单 阿拉伯文是草书的连笔文字 很难使用印刷术 我们知道 毕生虽然发明了活字 但因为有许多技术难题 刁板一直是中国古代印刷业的主流 真正让活字印刷成为实用技术 并且深刻改变世界的 是德国人古腾宝 古腾宝生于1398年 比毕生晚大约400年 作为一个印刷师傅 他要处理的难题就比毕生简单多了 因为汉字要雕刻成千上万的字符 他呢 只需要处理几十个字母 古腾宝在当时的最重要贡献 是成功印刷出了非常精美的圣经 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和印刷机 让人人都可以阅读圣经 这种思想转化 让欧洲迅速走出了中世纪 进入了新时代 文学和文学借助的传播技术 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摩擦中 塑造了当代人类文明的轮廓 到这里啊 我要给你讲那个最能说明文学和文明关系的故事了 在古腾宝去世后不到70年 一个叫皮萨罗的西班牙殖民者 带领不到200名士兵 征服了庞大的印加帝国 一开始 皮萨罗提出和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会面 在这次殖民战争里 除了战马和枪炮 西班牙人还带着一件他们很重视的武器 就是一本印刷的圣经 经过前面的讲述 我们知道 这本书其实是西方文明的综合成果 书中的思想来自对耶稣言行的记录 书中使用的文字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希腊的文字发明 书的形式是中国传入的造纸术 加上古罗马遗留下来的装订方式 最后 经过当时最先进的古腾宝印刷厂 制成了这支军队随身携带的小型八开本圣经 毕萨罗把这本书交给印加皇帝 告诉他 这本书代表着基督教上帝和西班牙国王的权威 希望他主动臣服 但印加皇帝没见过书籍和纸 他费了很大劲才打开书 又把他贴在耳朵上面听 因为翻译告诉他 这里面有神的声音 最后印加皇帝迷惑的把这本书扔在了地上 这当然被西班牙人认为是亵渎行为 毕萨罗立刻发出进攻命令 在这场突袭中印加人遭到屠杀 皇帝也被俘虏 并且最后被杀 印加人拥有高度的城市文明 却对文字一无所知 他们就属于我们前面说过的那种放弃了文学的民族 但在西班牙人眼里 因为没有文字不认识书本 他们就成了不能对话的野蛮人 所以说落后就要挨打 不仅仅只武器技术 也包括文学上的落后 可能你对这个结论还是有点不服气 我刚才讲的很多都属于科学技术 好像结论应该是技术改变世界 不是文学改变世界 其实印刷出版技术和文学作品 不能简单割裂和对立 他们既是内在和外在的关系 也是互相影响互相塑造的关系 没有经典产生的精神需求 就没有技术应用的场景 技术是改变世界的直接表现 人类改变世界的内生动力 是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和精神状态 而自打有文字以来 这些内在因素大多是通过文学来推动的 你要是还是不服气 也没有关系 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 我给你讲两个故事 它们可以称为人类文明的决定性 标志性瞬间 我们可以从更近距离 更微观的镜头中看出来 在文学塑造文明的进程里 文学是怎么通过具体影响人的精神 来改变世界的 先来讲一个文学塑造历史的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前面说的第一阶段 也就是教师文学深刻影响世界之前 人类思想被英雄史诗控制的时代 2300年前的亚历山大大帝 肯定是深刻改变世界的大人物 他在13年的时间里统一了希腊城邦 征服了希腊与埃及之间的所有王国 又打败了强大的波斯 建立了延伸到印度的庞大帝国 除了强大的武功 他造就的文化交流也影响着今天的世界 那么就有个问题 亚历山大为什么不像其他希腊人那样 满足于城邦生活 非要征服遥远的亚洲呢 这和一部文学经典有关 亚历山大行军使每天晚上都枕着三件东西睡觉 第一件是一把匕首 因为他的父亲是被人刺杀的 第二件是一只盒子 是从波斯国王大流氏三世那里缴获的战利品 盒子里面装着第三件也是他最珍视的一件东西 河马史诗伊利亚特 这部史诗就是亚历山大征服世界的动机 他要在现实中再现史诗的功绩 经典文学会改变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从而影响人的行动 这在亚历山大身上表现的非常明显 我们甚至可以从历史记载里辨认出来 亚历山大直接把自己想象成 河马史诗中的头号勇士 半神英雄阿基里斯 阿基里斯的性格既真挚又残忍 他杀死特洛伊人头号英雄赫克托尔以后 不顾对方父亲的哀求 拖着他的尸体绕成一圈耀武扬威 亚历山大就复制过这一幕 他洗劫了敢于反抗他的城市 拖着敌将的尸体绕成一周 他保存大流氏的盒子是为提醒自己 大流氏就是他的赫克托尔 他多次违反军事常识 带兵追逐大流氏 就是想用正面决斗来击败对手 在线河马史诗的著名场面 大流氏最后被手下叛徒杀死 气得亚历山大严惩了凶手 可以说一部文学经典塑造了亚历山大的人生 也改变了古代世界的格局 这就是文学改变历史的方式 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发生在50年前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前面说到的第四阶段的后期 这个故事和太空探索有关 可以说是关于文学如何改变未来的 1968年末 美国的阿波罗8号执行了为未来登月寻找着陆点的任务 阿波罗8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脱离地球轨道 上面的三名宇航员第一次看清了地球的全貌 当地球逐渐缩小 月球越来越大时 宇航员们没法再用相机来拍摄他们目睹的事物了 地面控制人员发现 他们此时能依靠的是一件最原始的工具 人类的口头语言 他们对宇航员发出指令 我们想要你们尽可能描述看到的细节 宇航员们都是战斗机飞行员 懂火箭科学 但没接受过文学训练 一开始他们有点磕磕巴巴 但很快就能流利地描述月球上的日出日落 延时表面的光影变换 最后他们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赋予哲理和文学性的话 这是一种巨大的 孤独的 令人生畏的存在 或者说 这是一种虚无的延伸 这或许能证明 文学所揭示的东西早已存在于人的内心 只是在等待 被这样极其特殊的场合所触发 执行过人类首次登月任务的宇航员柯林斯说过 假如将来的航行中包括一位诗人或者一位哲学家 或许能清楚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宇航员们在对地面的广播中激动的朗读了圣经开篇关于创世纪的段落 那次广播感动了无数听众也引起一些人的反感 有的无神论者向美国宇航局抗议 认为不应该在航天行动中朗读宗教文本 当然 这也等于是确认了文学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力 多数西方人的思想基础离不开基督教文化 宇航员们的广播让他们觉得探索太空和世代相传的神圣信仰 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由于投资浩大 民众的态度对太空探索的进程也很重要 思维和文学所探寻的边界也是人类活动的边界 在这个故事里 文学不只是用来描述太空的工具 也是人们探索太空的动力 宇航员目睹的宇宙不再是想象的产物 而是实在的世界 这又影响了今天的文学体验 人类从文字这个思想工具出发 创造出文学 直到创造出航天器 这是一个由内在世界到外在世界的连续过程 所以说再有人问你文学有什么用 你可以回答他 文学已经塑造了人类的历史和文明 它还将影响我们对未来的探索 好 本期音频的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里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哈佛大学文学教授马丁普科纳 在文字的力量这本书里 用新的方式重新连接了人类历史 讲述了文学如何塑造人类创造文明 第一部分我们谈到了在文明的不同阶段 文学和相关技术的发明 怎样改变人类的思想 文学的宏观历程分四个阶段 在文明初期新奇的文字工具由抄写员主宰 在轴心时代苏格拉底 释迦摩尼 孔子 耶稣的弟子们通过追忆 创造出教师文学 成为了各种文明的思想底色 在第三阶段 独立作者创造了小说等新文学形式 在第四个阶段 纸张和印刷术被广泛使用 和文学一道 让地球成为了一个被书写的世界 在第二部分我们谈到了 文学是怎样通过直指人心来改变世界的 亚历山大的征服是被一部传奇史诗所唤醒的 人类第一次面对宇宙时 使用的也是文学的意向和语言 文学的发展和文明的历程 是真正的同呼吸共命运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技术转折的时代 为什么这本书还特意提到哈利波特呢 倒不是说他算人类文学经典 而是他巨大的销售量和持续出版的续集 正好是跨越传统出版印刷和互联网时代的大众现象 哈利波特的第一本出版于1997年 使用的是传统的出版与销售渠道 如今他的新版可以在亚马逊上购买 线上出版商抽取30%以上的利润 要比传统出版界低很多 当年古腾宝做的事 是把书写工具从作者那里拿过来交给出版商 同时印刷机的大量复制 又让作家成为一种职业 让读者获得更大便利 而今天的计算机和互联网 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者 文字的传播和阅读方式 竟然被改变了 写作方式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也在随之改变 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比如文学有没有可能脱离文字 通过其他形式呈现 我们现在还没法预计 只能继续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